準備了一隻看上去 蹦嘎脆的櫻桃紅蟑螂給他們加菜 直接把蟑螂用鑷子夾了起來 放進餵食區 蟑螂一放下去就有一隻工蟻發現了 馬上開始抖動身體 並且用大鱷奮力攻擊蟑螂的腳 緊接著把腹部朝向身體的下方穿過去 噴出乙酸 哇 動作一氣呵成 非常流暢 這時候又來了另外一隻工蟻 一樣抖動一下身體 並且用極快速度咬了一下櫻桃紅蟑螂的腳 再用了鏡頭難以捕捉到的速度 把屁股舉起來重重的打向地面 利用這個方式來通知夥伴前來助陣 然後再咬向蟑螂的腳噴出乙酸 這時候聚集過來的工蟻數量瞬間拉了起來 他們已經確定這隻蟑螂不會反擊之後 就開始想辦法迅速肢解這隻蟑螂 有一隻工蟻正嘗試著把這隻蟑螂的腳咬斷 哇 你們看他的大鱷 已經咬穿蟑螂腿的外殼了 另外一邊有好幾隻的工蟻 正在努力的嘗試把蟑螂的頭先拔下來 才過一會兒 工蟻們就順利的把蟑螂頭取了下來 取下來之後就直接運往乙巢的那一步 接著我又